然后第三段 从这个地方再动身 从苏门达老 经过马六甲海峡 那么到达今天 一个很重要的岛 阿拉伯人写成叫 我们中国古代的史书 写成叫做潮满岛 潮满岛 那么到这个地方 那么然后呢 再向东穿过仙罗湾 他就到达了 善夫就是詹婆 今天越南南方 到达这个地方 然后再横行 经过南海 他就到中国了 那一人胡思道贝 他的记载并没有完全 到了中国就结束了 他说啊 中国再向东 还有一个国家 叫西兰 就是新罗 因为唐代 朝鲜的三国 是今天朝鲜的三国 时代 那么中间包括百计 包括新罗 包括高高利 包括好几个国家 新罗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他 这是一本 或者大致背个记载 除了他以外 他并不是唯一记载了 从西向东航行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曾经提到过的 苏莱曼 我们以后还会提到过很多次 一位很有名的 阿拉伯旅行家 那么他讲呢 他从波斯湾向东航行呢 他是从波斯湾的外面 今天阿曼的一个 今天的都城叫马斯卡特 他说那个地方向东航行 那么他首先到达 印度次大陆的南部 这个地方叫做奎隆 古里 那么然后呢 绕过这个印度次大陆 那么然后就到今天 这个马来半岛的北面 比较窄的那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 过罗卡拉 今天在泰国南部的基达州 泰国的南部很不安定 就是南部有相当多的 伊斯兰教徒 那么从这个聚罗 再向前航行 这个整个马来半岛是一个 细长的像一个勺子一样的 他到了聚罗以后呢 我曾经讲过有一部分人 是把祸屑的这个地方 利用马来群岛的群山 爬上去 然后把祸屑 这边再有船过来 那么也有人千里迢迢 绕过马来半岛 那么我们这个苏莱曼 讲的就是 就是这样 他和伊本 航行 到了今天的过罗 就是基达 今天泰国的北大年 这个地方 那么然后他绕过 马来半岛 那么然后呢 他到达了 这个 刚才我们讲的 今天 马来西亚的 彭亨州 就是那个潮满岛 他到达这个地方 从潮满岛 再向东 他到了什么地方呢 到了 潘 都 让 那么我们在 这个汉文文献中间 把它翻成 叫做 奔陀浪 在今天的 越南南方战争 这个和 这个刚才 伊本 或者他被 的意见 这个记录是一样的 从潮满岛 然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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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詹博 是一样的 那么从这个地方 詹博 再向 中国走 他是到广州 他经过什么地方呢 经过障害 我们已经提到 在汉唐 航海的早期 对海洋的秘密 南海 今天当代的外国人 把它称之为 叫 South China Sea 我们中国把它叫做南海 那么这个南海 在古代 中国人和外国人 都把它称之为 障害 阿拉伯人叫做 障害 就障害 他经过障害 那么然后 到达 这个 广州 广州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港口 那么这一段航行 都是两位 这个 这个 Ebno 和 Sulayman 那么 都是 阿拉伯人 他们记载的 这个航行 有没有中国人 见证过呢 我们刚才讲的 从中国启航 有意境 他从中国启航 坐的是 波斯人的 一条船 那么这个 从阿拉伯过来 一直走到中国 这个路程 有没有中国人 见证过呢 很巧 有 谁呢 这个 唐代 有一位 著名的史学家 他的名字叫 杜佑 他写过一部书 叫做 通碟 所有做 唐宋史研究 做中外关系史的人 都知道 这部书叫 通碟 交通的通 点章制度的点 今天 这部书还保存着 那么通碟呢 有一位 本家的侄子 叫做杜环 环绕的环 杜环 他是一位 下级官吏 并不是很高的官吏 他呢 在 这个 唐高宗和武则天的时代呢 他被 派往 西域的前线 派到今天的新疆 派到西域前线去 他的首长是谁呢 他的首长就是 当时的高高历的 有名的大将 叫高先知 那么高先知呢 曾经是 战功赫赫的 他当大使 也就是阿拉伯人 在中亚扩张的时候 他率领唐朝的军队 攻下了小伯律 就是今天的 巴基斯坦 西北边省 西北边省的 这个 吉尔吉特地区 那么然后呢 他的军队 还攻下了 十国 就是今天 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 塔斯干 把十国的国王 还抓到长安给 处死了 因为他 私下沟通 这个阿拉伯人 所以 认为是叛变行为 把他抓过来 把他杀掉 但是呢 在几年以后 高先知率领的 唐朝的军队 在公元751年 在和阿拉伯人的军队 在今天 哈萨克斯坦的 塔拉斯 和这个地方呢 两国发生了一次 决战 决战呢 就把阿拉伯人 把中国人打败 打败了阿拉伯人 俘虏了大批唐朝的军队 我们刚才提到的 杜佑的 这个本家的 区子杜桓 他就被抓住了 阿拉伯人 你把他押到后方去了 送回阿拉伯老家去了 他在阿拉伯 生活了12年 那么最后可能因为 时间长了 阿拉伯人对他的 管束比较松了 所以他就 从阿拉伯 坐船 回到了中国 从广州上的岸 那么因此呢 当然今天 杜桓自己写了一本 把自己的旅行记写过 叫金行记 自己的 这段经历写了下来 他的全文 没有完全保存下来 他有一些 有个摘录 就保存在他的 这个 叔叔杜佑的 这个书中间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 这个 杜 阿拉伯人 所记载的 从西向东的航行 是有中国人 见证过的 无论是他们回去 我们说 意境 还是 从西向东 到 中国来的人 都有中国人 都有中国人 跟他们一起走过 我们刚才前面 讲到了 阿拉伯的航海 那么大家注意到 就是我们讲到 这个一本 或者他是 贝格和苏莱曼 提到他们向东航行的时候 他们都提到了 航行分成多少段 这个提到了很多地名 这些地名并不是 提到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也不是偶然的 这个实际上 是在航行的过程中间 中途停靠的 地方 今天我们坐火车 乌鲁兰飞机到什么地方 可以有 南京到北京 可以做支搭的 上海到伦敦 也可以支搭的 但是古时候 由于受 这个季风条件 由于受 这个船中途给养 提供能力的条 这个限制 以及这个航行目的的限制 这种从远东 中国的港口 一直不停顿的 到鸿海 到阿拉伯 很爽很爽 中途一般都要停的 那么也就是 这个 我们叫的 这个多战式的航行 那这种航行呢 我们 在中国 从西向东的 刚才我们提到 现在我们看 从东向西 也是用这种方法的 随带 随书 这个 有一个 记载 当时的外国的传 叫做南蛮传 记载呢 在 这个大业 三年 也就是公元 六百零七年 这个随朝 有一位使臣 叫长骏 那么他呢 从当时的南海郡 就是今天的广州 启程 利用北风 在北风 启的时候 启程 他到什么地方去呢 到赤土国 赤就是赤卫队红颜色 赤土红颜色土地的国家 到那边去 什么地方呢 就是今天 马来西亚 马来半岛的最南端 这个地方 他怎么走的呢 他首先 他到达了 从广州 从南海郡出发 首先 他经过了一个 一个地标 一个最明显的标志 叫做 郊山石 他在那里停了一段 停了以后 他继续向前 然后到了一个地方 叫做 狮子石 那这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今天 越南 南方的那个昆仑岛 到了那个岛 然后呢 从那个岛 就是到了 印度支那半岛的 最南端了 从向南的航行 就结束了 这是他向西航行 到了什么地方呢 到了一个地方 叫做 狼牙虚 我们知道 前面讲过 叫狼牙羞 狼牙羞 狼牙羞 今天 相当于我们 马来半岛中部 比较细的那一端 叫做 泰国 所属的北大年府 他的另外一边 就是基达 这边就是北大年 他到了这个地方 他横穿了潭 仙罗湾 一直到达了 今天的 这个 马来半岛的 中部 这个地方 那么然后呢 在沿的马来半岛 向南航行 我前面讲过 有一些人 他就不航行了 他在 这个 狼牙羞 这个地方 他就把货卸下来 由 人力 矗力 翻过马来的山脉 过去 然后到基达 但是他不舍 他继续向南 向南以后 他到了赤土国 这个赤土国就是 这个 马来半岛的 南端 今天的 这个马六甲 相当于这带地方 那么他呢 所记载的 这一战一战 和一本 或者大贝克斯 意义是一样的 都是中途 挺高的 在我们前面讲到 汉唐航海的 前面讲到 就是我们在 查这个 这个 求法 僧人的传记 查中国的高僧传 在唐以前 有很多外国的僧人 首次到中国 就去海道 而中国的 到西田取经的人 多数一开始 走的是陆路 那么说明 在唐以前 大部分的人 中国的僧人 寺院 佛教寺院 和商界 往来不多 不了解中国和印度之间 实际上是海路 更加频繁 更加快一点 而印度人呢 印度的僧人 可能 更多的得到中国的消息 是从 往来与中国和印度的商人 在那里得到 所以他们第一次入华 往往 就是取海道 这样造成 有一些中国 僧人到了西田取经 然后以后呢 回国 他不走回头路 从海路回来 发现就是这样 是不是 但是到了唐代 情况发生了变化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出海到印度 到南洋 首先走海路 这个和这个汉唐之间 就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就是因为 海上交通的 发展 造成的 那么比较集中的资料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那个唐朝一个有名的和尚 叫义静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南海济龟状 他自己在 这个南洋 在印度留学 留学过以后呢 他因为生活的很寂寞了 他就凡是看到了一个中国留学的僧人 他就打听 他的生平 他自己安全的回来了 我们前面讲 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 你出一趟远门 几乎是生离死别一样 那就可能永远不能回来了 所以南海济龟状中间 他自己安全的回到了中国 但是他的书中间 提到了 这个几十个 中国在海外 留学学习佛法的 这个僧人 也就是留学生 那么在济龟状的这个传记中间呢 有五十多个人中间 有三十多个人 他问他们的身世 到印度去 到南洋去 到东南亚去 都是去的海浪 三十多个人 百分之七十多 去海浪 那么在这个 纪归传的续集中间 也提到了一些僧人 中间还有四个人 也是从这个海道 到西天 到印度去的 就是更越来越多的人 去海浪 而不是去 而不是去 陆路 这个河 唐以前 发生了一个 很根本的变化 那么我们就很好奇了 我们要看一下 这么多 从海陆到西天去的人 他们是怎么走的呢 我们会发现 不一样 它并不是只有 一个港口 能够到印度去 有的 从广州出发 有的从交州 交州就是越南北方 东京湾这个地方 今天的北部湾 有的都从湛坡 从越南南方走 起程的港口不一样 第二 大 这个特点 大部分的人 都不是 从中国起程 一直能够到印度 而是像换乘公共汽车一样 它先到东南亚某个地方 某个地方 再待一段时间 从那地方再坐一条船 又到一个什么地方 再待一段时间 然后 再坐一条船 很不一样 那么我 1989到90年 我参加四周路考察的时候 我记得是在马来西亚 有一次 开会的时候 有一位日本的学者 就根据 这个南海纪归传 这些中国的僧人 所走的不同的路线 他画了一个 南海 这个当时交通线 往来的 这个网络 从中国可以到 昆仑岛 从昆仑岛 有一条 从加列曼丹 开过来的船 可以把人带到 什么什么地方 到了什么地方 又一条船 另外一个人 又是从 从这个广州 做到了早啊 早啊 又怎么到 他等于把当时的 像公共机车的 各种各样的路线图 给画出来 那么这一点呢 实际上 给我们复原了一个 就是在公元 七世纪到八世纪 整个从中国 一直到印度的 这一片辽阔的 西太平洋 和北印度洋 之间的 这个交通商业 往来的 一个图景 还原了这样一个图景 那么我 举最具体的意思 就是一进本 实际上 我 我 感谢观看